石头上塑胶物品上头印着简体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专用 但议员于北成说是民众在桃园逐围海边散步发现的 引发网友担心难道真的有解放军偷渡上岸吗 有中国的医疗废弃物飘过来 没有看到 都在大雨 有些在这雨 都没有看到 我没注意到 也没有是不是 没有 钓科直呼没看过 但这个呼吸器面罩其实是他 take the hood out of the carrying case or bag 属于紧急逃生呼吸器 最常使用的就是海军或是船员 遇到火灾能派上用场的可抛式紧急用品 除此之外还有网友秀照片 说大远海边也很多中国韩国漂流废弃物 宝特瓶瓶瓶瓶罐罐成了海洋垃圾 实际走一趟猪尾渔港 实际来到猪尾渔港周边的海边 可以发现其实海岸性的垃圾并不多 但我们也确实目击到了 就在石头上面的确有一个写着简体字的宝特瓶 引到宝特瓶印着简体字包膜 明显不是台湾品牌到底从哪来 地理老师给答案 撇出中国偷渡或是解放军登陆 可能有一大原因是洋流带来的 冬季台湾海峡有中国沿岸流 从北南下垃圾可能从浙江上海江苏漂到台湾 正好竹尾渔港就在洋流接触陆地的最前端 成了垃圾堆积处 台军署也说虽然没接获通报 但将深入追查解放军呼吸器 究竟从哪来 近新闻 许上渔家伟 采访报道 此外观完善 换案